OdioJungle OdioJungle 马晓鸿警官中共一再强调遵守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 但中共党局暗地理仍在私通朝鲜从事贸易活动 11日美媒披露 北京前年开始调查 涉嫌为朝鲜核武提供帮助的中国丹东女富豪马晓鸿 但北京至今仍未发现她协驻朝鲜的证据 而其旗下许多子公司仍在运转 韩媒披露 最近朝中边境地 趋向偷渡出境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中途被捕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了 美媒指 马晓鸿案凸显了北京习近平当局制裁朝鲜的矛盾心态 纽约时报 1月11日报道 2016年9月当局宣布 对丹东洪翔公司董事长马晓鸿展开调查 但15个月后的今天 马晓鸿的下落依然不清楚 目前还不知道 她是否被捕或人在何处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 周回应纽约时报记者的提问时称 马晓鸿等人面临经济犯罪调查 但调查人员尚未发现丹东洪翔公司及马晓鸿等人 直接参与朝鲜河岛开发活动的事实或证据 这也是一年来中共官方对该案件的首个声明 图为有丹东女首富之称的洪翔公司董事长马晓鸿 士兵截图 美方很早就指控马晓鸿的公司参与 向朝鲜出售用于制造核弹或导弹的化学制品 但直到2016年8月 美国外交官向北京通报了新泽西州法院 对马晓鸿的一封秘密起诉书后 辽宁省公安厅才宣布展开调查 不过 在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周发布声明前 当局没有对外公布任何相关信息 最初出现在官媒上的有关报道 后来也遭到审查 这表明有人试图把此事的关注降到最低 纽约时报报道说 当局一部分关闭了马晓鸿的贸易帝国 其主公司丹东鸿祥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股份已被冻结 但三名和马晓鸿一起受到美国起诉的合伙人的股份 被短暂冻结后 即解冻 说明对他们的犯罪指控已被撤销 而马晓鸿旗下的一些子公司一直在继续营业 直接向朝鲜政府提供收入 其中一家是位于沈阳的七宝山饭店 这是马晓鸿和朝鲜政府的合资企业 该饭店直到日前才刚刚关闭 这是中方执行安理会去年12月的新制裁决议的结果 12月底 另一家朝鲜餐厅 以及附近一家出售朝鲜艺术家画作的画廊仍在营业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两家企业都在马晓鸿名下 但经营者是她丈夫 她老婆被逮捕了 但她没事 还有一家丹东的运输子公司仍在运作 该公司一名似乎是负责人的女子 粗暴地拒绝回答纽约时报记者的问题 报道说 和朝鲜的秘密貌 一造 救了马晓鸿航大的企业集团 在国内 马晓鸿被评为担当 十大杰出女性 2013年 还当选辽名省人大代表 这表明了她和中共官方的联系 韩国政府12月29日证实 扣留一条在公海上 向朝鲜传播走私有品的香港货船 港媒调查发现 该船由一间香港轰壳公司持有 背后是一名广州男子 纽约时报报道说 对马晓鸿一案的检视 凸显北京对朝制裁的矛盾心态 虽然北京反对朝鲜拥合 却对其施加惩罚保持谨慎 据此前报道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及基宁江派前常委 与朝鲜政权关系密切 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和金家关系的一个蜜月期 包括朝核发展 迅速也与江泽民秘密援助有关 而马晓鸿的声音起步于2000年左右 正是那个时代造就的负伤之一 马晓鸿涉嫌向朝鲜走私和试验材料 2016年9月19日 韩美政策研究机构公布的报告显示 2011年至2015年 洪翔事业对朝鲜的贸易总额达5.3亿美元 洪翔可能在帮助朝鲜发展和武器方面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依据第三方供给商整理的海关数据 洪翔事业向朝鲜提供了氧化铝 氧化铝可用于生产 练农所有所需的离心机 离心机是生产农所有的必要设备 同年9月21日 韩美D-A-I-L-Y-N-K披露 马晓鸿涉嫌 把联合国制裁协议禁止的军 需物资于设备伪装 乘其他物品走私到朝鲜 10月27日 BBC报道说 美国指责洪翔事业是LDQUO 朝鲜发展和武器主要支持 网络LDQUO V-E环 是朝鲜光鲜银行的代理 美国司法部已正式指控 洪翔事业 涉嫌为朝鲜发展和武器提供支持 洗钱 2016年9月15日 辽宁省警方称 洪翔事业涉嫌长期参与LDQUO 严重经济犯罪LDQUO 被调查 洪翔事业 以及马晓红 及其亲属等人的资产 被当局冻结 2017年1月6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